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创富激发点》 Akila 今天的市场焦点都多 其中之一就要谈谈买地成绩 政府今天拍卖三幅地皮 分别是位于将军澳、元朗和西贡 不过将军澳的地皮的成交价 比市场预期低 甚至是预期下限 其实挺差的 最后就是由身地头 看到将军澳的地皮 成交价是31亿2000万 其实之前市场都说 不知道这个成交价 可否对后市有指标性作用 不过买地成绩我们不说了 另一样我们要关心的 当然就是港股的走势 Akila 见到今天港股的走势 非常波动 最低的时候曾经跌超过300点 没错 不过到美市的时候 升回上来 是的 其实见到跌的时候跌了300点 升回上来 现在升回90几点 其实全日波幅超过400点以上 不过明显市场仍然很不定 明显见到成交不高 其实这几天的成交 都是说500至600亿左右 明显市场不是有很强烈的买盘或者沽盘 是 其次一件事就是见到那些钱 很大量的涌入了一些公用股 见到今天公用资料升了2%以上 是远远跑赢市场预期的 很明显见到为何拍到公用股呢 投资者没有方向 担心 但又不敢把钱搬出来 也不敢沽货套现 所以暂时把钱拍在一些 比如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或者比较走势稳定的股票里面 例如公用股这类 其实课了一个短期避险的状态 我想市场都要留意 今个星期几个大的消息 才再决定后市方向是如何 好 见到恒生指数 今天收市报19710点 升94点 成交是689亿 问一下Kit 你说市场现在都要看一些大的消息 例如其中之一 应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未来就会宣布刺激就业的措施 对 星期五会宣布 对 这个是否其中之一 那你预料港股的走势是如何 我想奥巴马的政策来说 其实出到来 我想市场虽然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都预期了 可能是基建 是失业救济金 都透露了少少 都透露了少少 其实税制那方面 其实大家都尤其是要经过共和党 那边同意 其实大家都已经选来选去那几个 其实基建 可能是税制 或者是失业救济金 那种种几类 那其实我想 会有一定刺激作用 但不要预期会很大惊喜 始终都是一句 即是舊调来的 即是舊走换身平的 其实 反而我觉得投资者真的更重视 留意什么呢 欧洲那边的问题 嗯 好啊 你说到欧洲那边的问题 最新有消息就是 瑞士央行设定一个目标回率 是没错 就是将欧元对瑞士法郎 最低的目标回率 就定在1.2岁 是没错 其实你这样看 就是变相是同欧元挂欧 是 之前我们也有谈过这件事 其实呢 现在瑞士央行同欧元挂欧 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对市场影响 其实实际影响不太大 只是它本身国内经济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令到瑞士央行 我一向对外区的干预都是相对比较少 即是虎吹道 现在连瑞士央行看干预 即是更鼓励各个国家 它大肆干预自己的汇价 是 说一下为何瑞士央行是这样做 因为瑞士对欧元过去一段时间升得太急 令到它本身出口业 或者是通货膨胀都恶化得很厉害 其实现在迫到它呢 根本就是迫到它买场了 其实现在迫着它就要做一些动作 外匯干预就是干预和这个欧元拍在一起 令到它的升幅稍为减慢 或者甚至下跌 舒缓了国内的通质压力 或者舒缓了国内的出口问题的打击线 当然它其实有不同 港币就像港币那样去和美金挂欧 港币美金挂欧就是 美金升 然后港币升 美金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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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跌 它就不是 它只是给了一个指标 就是顶住了那个顶封了顶 为这个税床 就是1.2税床 是的 如果它跌的话 就由它继续跌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认为它半是挂欧 半挂欧 是的 好了 不过你看回 其实讲到欧洲 今个星期都有几多的消息 或者事件和欧洲有关 未来星期三 德国就会裁定 到底一个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是不是合宪了 另外还有星期五 我们就叫它做希腊的生死存亡人 是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欧洲的银行 就会看看愿不愿意 被希腊用旧债去换身债 其实这些事件 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后市 有一个指标性的作用 以及欧债是否真的杀到埋身 我们先准备 的生死 我们先来的生死 我们先来的生死 我们先来的生死